不是 不是 太長 我以為我以前不會回頭 沒有回頭的機會 我也不會改 最大的感染力就是你們 擔心爸爸朱春桂 年輕時好賭 如今窮困潦倒 小兒子還患有軟骨發育不全症 今年初在慈濟安排下 他帶著兩個孩子進入養護中心 方便照顧也有了工作 你們的付出 我一直都在我心裡 我寄我 不像你一樣 你就脆弱又脆 說我又說 從來沒有說過 我一直不好 你經常經常打個電話 這對我來講是不太一樣 就像親愛一樣 擔心出道新環境會不適應 志工每隔兩天就打電話關心 這趟房市送來全新衣物與補助金 聽聞他的老舊手機壞了 也為他找來二手智慧型手機 方便聯絡 像電視一樣 對 一頁頁密密麻麻全是他的日記 志工鼓勵他每天寫下心情 倔強脾氣逐漸改變 你只要有這一份的心態 這樣子來做就很好了 再接再厲好不好 我下個月來了 我又看到又寫得更不一樣 好 一一不捨告別 更是期待下一次相聚 好 再見 而在另一頭獨自扛著黃燈籠的 是73歲的陳美竹奶奶 患有白內障一邊眼睛已經看不見 肺部理癌治療後身體狀況更是打不如前 第一次見到志工熱情來放 牽緊手滔滔不絕 就是來這裡看我們看得很重 就會玩得這麼久 跟我們談話打這麼久 祝福你 臨別前相擁 開朗的奶奶忍不住感動落淚 一旁女兒更是氣不成聲 謝謝你們 我媽打這麼大都沒怎麼搞性過 謝謝你們的 跟她聊天 跟她說話 每天就是我們 我們媽跟我女兒兩個人在家 我又在外面 我又在外面 愛的形勢千百種 而陪伴或許正是最動人的模樣 大愛新聞這下美志工福建報導